今天要發布這個新聞 不是要針對某些人 也不是要針對他前妻 只是宜仙現在還在昏迷當中 外界這樣的批評 讓我們家人也好、親戚也好 還有任何人也好 都心裡很難受 只是要讓大家知道 事情的真相 並不是外界所想像的 希望還宜仙一個清白 在躺在醫院那個傷者 女生啊 就是趙小姐 她是完全不知情 不是像外界所說的 她是你們講的什麼小三 她老婆講的小三 因為全部的事情 都有那個簡訊 還有FB的通年紀錄 全部都有截圖 她是假扮成乾姊姊 誰假扮 誰假扮 就是那個王者的老婆 全部都有證據啊 證據會說話 所以全家人 姑姑阿姨 爸爸都不知道 對,全部都不知道 不知道 無難就是其實有 結婚姻這樣 對,這一段有承認 所以不是像外界說的 是小三啊 因為全部的 全部的事情就是說 是乾姊啊 完全不知情 完全不是小三 不知情 有什麼 呢 也不但 那個人 在這段 有的 有的 是 有的 你 有的